在台中这名75岁的老妇人从家里走失之后 后来被警方发现 就看到老妇人背后跟着米格鲁的狗狗 这狗跟着老妇人走了20公里路寸步不离 这条叫做蛋头的狗狗可失利的大功 保护家中老妇人一路走了20公里路 路途中还被车撞 现在狗狗蛋头走路一拐一拐受了伤 我都有跟他讲 跟他讲说他出去一定要跟他 然后我骂他说你回来他准备回来 像蛋头这样说 然后这一次他就呆到跟他一起回来这样子 75岁的老妇人13号从台中太平市出发 想要逛逛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往北走到大渡乡走了20多公里 直到王田交流到附近被警方发现 一路慢慢走这样蛮狼狈的 那个狗狗呢 就是跟在他旁边 然后我们在叫他上车的时候 那只狗就跳上 先跳上车 就跳上车 然后我们警方到时候也蛮诧异的 让老妇人一路毫发无伤 中日新闻江志南台中采访报道